你自己摸着良心 问一问自己 你对这四个女人好不好 一般吧 一般 对 你还好意思说一般 好一般他能哭成这样 难道你作为男人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疼他吗 视频中的这个男人叫老刘 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 竟让图类现场大发雷霆了 那时候都十七八了嘛 上去揪着头发就打 我就劝他 我说你别打了 别人看着还不笑话 都认为你是嫌我生的 都是闺女 可是他不听 他说你要是再拉着 我连你一块的 原来老刘的妻子 给他生了三个女儿 重男轻女的他觉得 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 于是他就把怒气 全都发泄在了他们母女身上 稍微一不顺心 就经常打他们出气 甚至还要把女儿给赶出家门 然后便在现场 遭到了土垒的怒嘛 其实老刘和妻子朱女士 已经结婚二十多年了 他们最大的女儿 也已经上了大学 但是老刘就认为 朱女士生的都是女儿 所以他的心里 一直有道过不去的看 生这么多闺女 在农村来说 咱这也得有个小子 咱叫顶面利户 没有小子别人就看不起你 这事怪谁啊 那 那他没生出来 那指定这是毛病呗 怪谁啊 他 怪谁 他 怪你 那不能怪我 生男生女 又男的决定 知道不 以前没听说过吧 现在也是头回听说 那是你咕噜寡闻了 朱女士表示 他为了给老刘生儿子 四十多岁的时候 还怀了第三胎 但后来因为生的都是女儿 老刘一直对他都是冷眼相待 甚至都不愿意掏钱 抚养三个女儿长大 而现在他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老刘竟然还要逼他生儿子 父母跟你们在一起住 跟我们在一起住 谁照顾父母呢 我照顾 他不照顾 他总嫌我不孝顺跟我生气嘛 说我不照顾父母 我不照顾父母也有原因呢 我生大女儿的时候 别人家生孩子都高高兴兴的 我生完大女儿 一出生 他们一看是 闺女嘛 爷爷不丑 奶奶不看 爸爸也不抱 朱女士表示 就因为他生的是女孩 他婆婆甚至都不愿意照顾他坐月子 并且还让他在月子期间下床给他们做饭 后来朱女士就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老刘果真让他在娘家坐的月子 并且一次都没去看过他和孩子 虽然老刘和他父母坐的特别过分 但是让朱女士最生气的 却是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 朱女士表示 因为他接连生了三个女儿 所以他在刘家遭受了很多冷眼 甚至就连女儿都不受老刘的待见 动不动还会遭到老刘的毒打 有一回他让我大闺女刷碗 我大闺女有点事吗 我闺女说 我等会儿吧 他就说孩子态度不好 那时候都十七八了嘛 上去揪着头发就打 我就劝他 我说你别打了 别人看着还不笑话 都认为你是嫌我生的都是闺女 可是他不听 他说你要是再拉着 我连你一块打 由于朱女士生的不是男孩 所以老刘根本不管他们四个的死活 在日常的生活中 也没给过他们一分钱 而朱女士为了将三个女儿抚养长大 被迫学会了很多技能 也不会啥手艺 去个人打小工也不可能 因为三个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 那你靠啥挣钱啊 我都想跟人借了点钱 学了学照相 学了学理发 学了学化妆 然后开了一个小店 小店也不大 我每天都带着孩子 去店里 还有照顾着二弟 老大上高中嘛 一个月也挣不多少钱 刚够我们娘几个买菜 对于朱女士说的这些事 老刘表示 他并不是不管他们母女四个 而是当时他的父母正好生病 到处都是需要花钱的地方 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父母的身上 听到这句话的主持人 都看不下去了 老婆孩子你也得管啊 那父母也得花钱呢 你不能说不管父母 年纪了咱们都不给看病啊 那女孩子也不能生了 不给吃饭呢 那咱们家出这点粮食 他就可以能养活了啊 朱女士表示老刘什么事 都考虑他自己 就连前两年大女儿上大学 她竟然以女孩读书 都没用为由 拒绝给女儿学费和生活费 这大学生有个事 根本都分配不出去 他哪跟别上来 高中毕业 他们找个工作 他们打工挣点钱 就像你一样 稀里糊涂过一辈子 你这个当爹的呀 虽然老刘不愿意让女儿上学 但是朱女士 并不想让女儿像他这样过一辈子 于是他就去娘家借了几千块钱 而经过这件事大女儿 也对这个家彻底寒了心 他就报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学 并发誓从此再也不回来了 现在孩子上大二了吗 这一年的孩子 都没跟我要学费 资格挣钱打工 我说妈以后我让你过好日子 我跟我小妹上学 我妈挣钱就销售我爷爷奶奶 我挣钱以后养着你们 我给你多懂事 给你点儿子比儿子差 朱女士表示 就因为公共生病住院 她没去照顾 然后老刘就到处说 她是最坏的儿媳妇 让她在整个村里都抬不起头 但是无论是家里还是地里的活 全都是朱女士一个人干的 而且她还要挣钱照顾孩子 平时根本没有一点时间 然而老刘知道 要求朱女士对她的父母上心 可是她对朱女士的父母 却并不孝顺 结婚二十多年了 我们也没给过钱花 也没照顾过 就想多照顾他们一点嘛 这么多年我也没照顾过 照顾不过来了家里边 弟弟的活干的也少了 他干的多一点 他就不高兴 老找我闹 老找我闹 朱女士表示 她弟弟在大学谈了个越南的女友 后来结婚以后就搬去了越南生活 于是父母为了给他们带孩子 也就搬去了越南生活 所以这么多年 她一直没有对父母敬过孝心 但是现在弟弟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而父母年纪大了又思念家乡 于是前段时间就被弟弟送了回来 后来朱女士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父母 所以经常会耽误家里和弟弟的活 但没想到老刘会因此大发雷霆 她就进来就当着我妈就骂我 嗯 然后都跟我爸和我妈都气哭了 我妈说闺女啊 我都知道她脾气不好 让你凑合着过这么多年来 没想到她当着我们都这样 闺女你这日子咋过的 朱女士表示向来劝她凑合过日子的母亲 在看到了老刘的态度之后 都开始劝她离婚 但是朱女士为了不让父母担心 她都选择了隐忍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她铁了心的要离婚 自从他们结婚这二十多年来 朱女士表示虽然老刘经常打她 但是每次都是背着孩子 而这次她竟然在三岁女儿的面前动手 甚至在过程中还误伤了女儿 这让朱女士的情绪瞬间崩溃了 于是她表示这种日子再也过不下去了 她一定要跟老刘离婚 但是老刘并不同意 她还在盼望朱女士给她生儿子呢 朱女士表示三个女儿都是她一人抚养大的 而且现在大女儿都不愿意回家了 所以她根本不可能再给老刘生孩子 也不可能再继续跟她过下去了 然而是到如今老刘还不知悔改 这让一旁的土垒听到以后十分生气 自己摸着良心问一问自己 你对这四个女人好不好 一般吧 一般 对 你还好意思说一般 好一般她能哭成这样 难道你作为男人 你就没有一点点心疼她吗 虽然说在村子里你抬不起头 我可以理解 但她作为你的女人 你没有一点点心疼吗 有没有 如果你是心疼的话 也就是说你内心是复杂的 一方面你想要儿子 要不到大家都看不起你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 你又心疼自己的老婆 对不对 对 那如果你真的是这种矛盾的心理的话 你对女儿该疼的还得疼啊 但你疼了没有呢 图雷表示既然老刘一心想要儿子 可是在他们村里 又有几个儿子是孝顺的呢 就连猪女士的父母 他们虽然也有儿子 但是最后陪在他们身边的 却是自己的女儿 从这件事情 他就应该知道女儿的好处 如果只是为了要儿子而要儿子 为了让别人看得起 为了一个所谓的形式 弄到最后孤独终老 没有人围绕在你身边 没有人愿意看你 甚至你老得快要死了 你求着你的女儿回来看你一眼 你女儿才要怜悯地回来瞧你一眼 你觉得那种日子活得惨不惨 那种日子和那种别人 说你没儿子的人相比 你觉得哪种生活 才是真正的生活 虽然大家都想要个儿子传宗接代 但是女儿却是最后给他们养老送终的人 所以其实女儿儿子并没有差别 而在他们的这段婚姻生活当中 猪女士无疑是付出最多的那一个 一位农村妇女学会摄像 学会化妆 学会这些新鲜活 我觉得你很不容易 你真的离得开吗 但不管分得了和分不了 你和那三个女儿 都永远不要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 不要跟这个家伙一样这么堕落 初中文化水平就不愿读了 你们还得往前走 你们只有活得更加精彩 才能证明所有的人 生男生女是一个样的 图蕾表示 无论猪女士做什么样的选择 他都不能停止让自己进步的脚步 而且他现在有三个女儿 等他们长大成人 他有三个女儿可以依靠 然而老刘却是孤家寡人一个 于是老刘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便对猪女士进行了道歉 过二十年来 我不懂的啥叫爱情 但是我要么这俩应该有感情 我想我这啤酒以后一定改的 比现在是好推多了 看在三闺女的面上 你原谅我 朱女士表示无论她做任何决定 她的三个女儿都支持她 可是毕竟现在还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 如果她们现在要是离婚的话 那么女儿就要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所以现在她的心理也十分纠结 她必须要在孩子和自己中间选一个 于是朱女士认真思考了一番 这么多年为了三个女儿 她完全放弃了自我 所以这次她选择了为自己而活 而老刘出来以后 没看到朱女士瞬间慌了神 她这个时候立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赶紧就追了上去 其实经过他们的一番话 老刘就已经意识到了他封建思想的错误 儿孙自有而孙福 他们的女儿也不比别人差 毕竟农村不孝的儿子一抓一大把 而朱女士考虑到大女儿毕业也要结婚 而小女儿仅仅才三岁 于是她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最后决定给老刘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其实无论是在婚姻还是爱情当中 女生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 她不属于任何人的附属品 更不是男人传宗接代的工具 所以在任何时候女生都应该为自己而活 而不是依附在男人的身边 每个女生都应该热烈精彩地活着